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影一出好戏 已累计总票房5.08亿 影片开头还是承袭了黄博一贯的屌丝小人物风格 突兀的魔幻风格和生硬的笑调 令影片的开头毫无新鲜感 本以为又是一部浪费时间的电影 不过影片到了荒岛之后情节的继续发展 特别是在荒岛上产生新的阶级开始到世纪 起了我看完此片的欲望 片中以王老强饰演的小王为突破口 一个刚开始为大家服务的导游慢慢演变成新的统治者 倒是有了翻身农民把歌唱的感觉 而后出现的各种比如劳动改造的词汇 惊奇的发现黄博当了导演后 胆儿倒是变肥可怜 1984和动物农庄都出来了 接下来便是画风一转 约合伟饰演的张总和黄博 因为看不惯小王的小人得志与专制 愤然离开了这个社会 过现实总是不断在残酷与机遇中转换 张总竟然找到了半条残存的邮轮 在张总寻找到邮轮后颠倒的镜头 我想应该是预示着另一种新的社会的诞生 张总靠着运气寻找到了邮轮 又靠着在现实社会中完赚资本的手段 再倒上东山再起 又一次进行了对这个小社会的资本积累 重新回到了战到了社会的顶峰 然而这时靠着被王洗脑和暴力压制的另一拨人 虽然生活上过的依然艰苦 但并未完全回到张总的身边 但又迫于现实的温暴问题 又不得不依靠张总 也就在这时黄博饰演的马进与张总的矛盾便开始产生了 而后来张总对黄博和张一星的暴力打压 似乎也预示着当权 这对底层老百姓的打压 而后黄博他们的绝望和老实 其实就是自身无话语权的沉默 影片中黄博和张一星 因为运气而得到了大量的鱼 想必就是小人物的咸鱼翻身吧 而且片子上两个屌丝翻身 不就是靠这些鱼被风干后的咸鱼吗 这两个人因为老天的眷顾 而翻身的人从此似乎像得了神力 一样以另一种方式 站在了这个社会的顶端 也因为有了这个时候 但黄博和张一星这个社会 慢慢开始有了幻想和盼头 社会慢慢居于和谐 从此小岛上的人们开始 慢慢陷入了宗教式的狂欢 而与此同时 实社会被盲发现 却因为宗教的洗脑 而被说城市异端 从此这个世界又反了过来 在这里要提一提张一星的演技 我本来对这些小鲜肉的存在都是吃吃一逼的 但本片中张一星还是很好的演绎 那一个在了一面前转变新性的一个存在 至少本人觉得可圈可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